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日新路百里 月落霜漫地 红山隔离 草木碑 亦不亦未及 五间鸟沾起 今晚人后提 云之江湖风浪险 踏春风浪来找你 胸怀下雨 无愧天何地 天山英雄 成功时 空间回故里 红风为自己 天涯阳星星 红风时 我想失去 飞进梦中献给你 我想失去 飞进梦中献给你 哪来的野女人竟敢闯进我的房间 你是颜慧春吗 姑娘饶命 小的小子不敢了 我不要你的命 我只要你救一个人的命 是 是 乖乖地跟着我走 敢坑一句 我把你狗头给剁下来 不敢 不敢 谁说不敢 要不剁给你看 不是姑娘不敢 小人不敢叫 走 姑娘 这药可以喂她了 你会不会在药里头搞花样 我 我怎么敢呢 你先喝两口 姑娘 这是药 废话 我当然知道 药能治人 也能毒死人 你先喝 是 是 喂她喝 是 是 姑娘 这位大爷 喝了这碗药以后 那伤一定很快就会好了 我 我可以走了吧 可以 她醒过来以后你就可以走了 假如她没醒过来 你就是她的陪葬 你怎么样 我没事 她是谁啊 谢大爷 她是狗大夫 不过医帅还不错 是你找她来救我的 是我用刀嫁她来的 你没说就放心吧 狗大夫 你可以 黎生来 你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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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大爷 大爷 这不关我的事 我只会治病 我可不会治毒啊 她种的是什么毒 她种的是贺鼎红 其毒无比 而且这个毒已经进入了残中了 小的实在没办法救她 你给我救她 如果你救不了她 我就宰了你 大爷 你就是杀了我 我也没有办法呀 除非 除非怎么样 除非能在最快的时间之内 拿到天山雪莲 唯有天山雪莲 才能解这个毒啊 天山雪莲 你一天要瞧着雪莲几回你才放心哪 夫人 瞧你瞧着雪莲的关心样 连我都要吃醋了 你什么时候这么专注的瞧过我呀 你怎么跟阿玲也一样呢 让孩子们听见了 你也不怕害臊啊 跟你开玩笑的嘛 对了 我们好像很久没有下棋了啊 好 我倒瞧瞧你的棋力进步了没有啊 可是这儿没有棋子也没有棋平 您怎么下呀 哦 你又要考我了啊 你怎么下啦 那我做了呢 对了 那我从来死去 你怎么下来死了 啊 好 小兰 没想到当年决一圣僧 所传授给你的大力金刚纸 你倒是没有荒废下来啊 夫人请 师父 师父 不得了了 什么事这么慌张 盲山 盲山派的人 文章 我真是 我真是没用 输给他这么多争气 还是救不了他 娘 这不关你的事吗 今天 爹 替我背吗 爹 你要 快去啊 是 是 今天 我也跟你一块去 阿雷 你就留在家里吧 我也有去啊 你内力尚未恢复 去了也碍事 你们都要听命于大师兄 任何人 不得私自下山 否则今天可以以门规处置 是师父 上门 快走 大力当前我怎么的一走了之呢 今天要死也跟弟兄们死在一块 要不然我有何面目去敬仙师呢 跟他们拼了 哥拿来 你 就 你 说 我 我 就 為什麼這麼殘忍? 為什麼殺那麼多人? 為什麼? 師姐 你不要叫我師姐 我芒山派沒有你這種叛徒 顧之華 你真是師父了好徒弟 竟然帶著一群妖魔邪道來殺害同門 你還能算是人嗎? 師姐 我真的不知道他們會這麼做 真的 我來晚了 顧之華 住口 誰是顧之華 她是老夫的親生女兒 孟寒冰 好啊 好啊 你果然認這個魔頭做父親 真是恭喜你 師姐 我又不得已的苦衷 顧之華 你現在得意了 你可以侮辱我了 因為我小時候常常欺負你 現在雙花劍在你手上 你可以殺我呀 你動手啊 師姐 難道你還想折磨我 羞辱我 不 你做夢 我尼免死 我也不會介紹你的笑容 哎呀 師姐 師姐 你千萬不能死 不能死 我們以前雖然不和 但畢竟我們還是同門師姐妹呀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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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姐 我已經不是芒山派的人了 以後我也沒有資格 再用這把雙花劍 學姐 我已經不是芒山派的人了 學女劍鋪 在韓眉谷台 梅池地下 以後請師姐 請您多保重 嗨 張小姐 唐秀蘭 王智東 你的手段也太毒了 你看看這遍地的屍體 難道你不怕引起武林的公憤嗎 又能怎麼樣啊 老夫想怎麼做 就怎麼做 從不叫 即使引起武林的公憤 又能把老夫怎麼樣啊 莫莫主 少跟他啰嗦 讓我來收拾他 在下是大理國護國法師大滅 就問天山派掌門武功蓋世 我倒要來領教領教 住家之人 不只戒殺 佛爺為你蒙修 請你們不要再打了 爹 你 唐大俠 她就是那個魔頭的女兒 吳朱哈 你 唐掌門 求你即刻帶我師姐離開這兒 大小姐 你已經流了這麼多血 不要再說話了 師父 還不快帶她去療傷 是 古之華 你這麼做對得起你師父嗎 難道你忘了從小她是多麼的疼你嗎 我 我 大小來 既然你出面了 老夫就賣個人情給你 曹景兒的命 先保留著 不過今天這筆帳還不能算完 唐某隨時候叫 好 夫人 快給曹掌門 上金窗藥 小謝師 將盲山派叫到我手上的時候 希望我將此派發揚光大 今天落得這般下場 真是讓我愧對於現實 曹掌門 唐大俠 我請你給我做主 要不要喝點水 我 我們在哪裡 就快到天山唐家了 到時候他們會用天山雪蓮來醫治你 你很快就會好起來了 你不用騙我了 我沒有騙你 是真的 你跟唐家有仇 他們是不會拿出雪蓮的 無論如何 為敵要他們醫治你 哪怕是讓我跪下求他們 你何必 你何必 何必這樣委屈自己呢 我又不是古之華 你雖然不是古之華 但是你是立正南 立正南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用任何方法 一定要治好你 你 你还讨厌我吗 让我们和解好吗 我怕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 他 他 你來幹什麼? 晚輩金石儀, 求見唐莊主 大師兄, 大師兄, 大師兄 怎麼了?什麼事情這麼慌張? 大師兄, 那個混小子他來了 誰啊? 金石儀 金石儀? 他來做什麼? 金兄 唐大哥 官輩金石儀想求見唐莊主 家父不在, 金兄有何指教? 胖大哥 我知道, 我是不該來的 可是, 有件事情我想請你幫忙 那就是, 借給我天山雪蓮 你要天山雪蓮做什麼? 救我的恩人 他中了賀鼎紅的毒 眼前, 也只有天山雪蓮可以救他 所以, 唐大哥, 我要求你 哼, 你簡直是吃人說夢話 天山雪蓮是何等珍貴 沒有師父的允許, 是沒有人敢擅自取用的 是的, 定州師弟說的沒錯 家父不在, 誰也不敢擅自用天山雪蓮 還是等家父回來再做定度 可是, 他就快要死了 現在已經來不及了 關我們什麼事啊 定州 金兄, 真的是愛莫能助 得罪了 唐大哥 天還沒黑 你趁早給你恩人, 買幅棺材吧 你趕快要死 大哥, 你想不想報復 報復, 誰啊 金氏夷 除了那個魂球, 還會有誰啊 上課我們在客棧裡面 臉都被他丟光了 還有這個疤 我看他這個疤, 我就一肚子惱火 恨不得把他亂刀剁了, 當餡兒包餃子 算了吧 金氏夷那些功夫啊 咱們是打不過他的 大哥, 這個你就不懂啊 對付金氏夷這個混蛋 只能夠智取, 不能夠硬拼啊 智取 眼前呢, 就是個大伙的機會 天快黑了, 你怎麼還沒走啊 我要等唐莊主回來 唉, 金氏夷, 你真他媽的傻的厲害啊 我師父呢, 是不會這麼快回來的 就算他回來, 也未必肯將這天山雪蓮借給你 你等哪, 也是白等的 大哥, 我看他的救命恩人, 一定對他很重要啊 你瞧瞧, 他臉上那副表情 好像不成功變成人的樣子啊 唉, 我這個人啊, 也不是什麼鐵石青城 我也想幫他的忙 可是, 五師兄 慢著, 你不要叫我五師兄 你可不是咱們天山派的人啊 唉, 叫大哥 五大哥 只要你肯幫我的忙 我願意為你做牛做馬 大哥, 你聽聽看多感人啊 這, 哎, 天山雪蓮, 雖然真貴 總貴不過一條人命吧 我想, 師父不會為了一朵天山雪蓮 就以門櫃處置我們的 唉, 我也是很想幫他 可是, 上一回 他那樣地羞辱你 你還願意幫他嗎 唉呀, 過去的事就算了嘛 我不會放在心上的 那不行, 這口污氣啊 我是沒有辦法驗下去的 吳大哥 吳大哥 我願意接受你們的責罰 只要你肯救我的朋友 真的 如果 我揍你呢 我絕不還手 走 你這是很苦的 新梅, 新梅 你叫我練得怎麼樣 好啊, 很好啊 好在哪裡 好就是好嘛 你根本就沒有在看嘛 天黑了, 我們回去了 唉, 你在想金氏營 你說什麼 我說你在想那個新金的 我說的沒錯吧 自從他來了以後 你滿腦子都是他 你胡說 你心裡有數 我有哪一點比不上那個信金的 再怎麼說 我是個迷門正派 不像他是邪魔歪道 你再侮辱他我就殺了你 你要殺我 我們從小一塊長大 青梅竹嘛 二十年的感情 你卻為了一個金氏營就要殺我 你要殺, 你殺啊 你不殺我, 你會後悔的 讓我看到他 我會宰了他 金氏營, 你從我弟弟的褲子下面爬過去 咱們過去的恩怨就一筆勾銷 我馬上將天山雪人拿來救你的朋友 爬不爬 我 不要 我 不要 金氏營, 不要爬 你 小狮子, 我不准爬 我不准你爬 你不要管我 不要爬 只要他們給我血練 要我做什麼都可以 小狮子, 你起來 金氏營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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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狮子 你不要担心 我娘一定救得活力姑娘的 如果她死了 就算我赔上我这条命 也是不够的 小狮子 你饿了吧 我去煮点东西给你吃 不用了 你早点休息吧 小狮子 我还不累 我可以留下来陪你 不行啊 为什么不行啊 咱们真是越会越回头了 为了那个混蛋挨了师姑一巴掌 这他妈不值啊 哎 也只好认了 其实啊 关我什么事啊 师父又没把星梅师妹许配给我 我生那么日气啊 哎 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啊 你没看到师兄他心情不好啊 哎 本来就是嘛 我会诊那个姓金的 还不是为了我们大师兄 其实啊 咱们大师兄跟小师妹 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双呢 对对对对对 师兄 师兄 是 师父已经把我了 宝许配给钟师哥 那我就恭喜你了 你恭喜我什么 钟展 是你师父最得意的弟子 一表人才 把你许配给他 我当然应该恭喜你了 你怎么可以对我说这种话 难道你不明白我对你 你真的那么傻 我 你明明知道 除了你 我不会再喜欢别人了 为了找你 我背着受师父责罚的罪名 难道你一点都不明白 我明白 我都明白 可是 我不能 我去看看丽姑娘 金世怡 你站住 今天 我要你跟我说清楚 你对我好 我心里永远都会记住 可是 现在我心里 只有古之华 朱师哥 信金的 今天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朱师哥 朱师哥 你住手 朱师哥 让我杀了他 让我杀了他 瞧你这没出息的样子 打不过人家还跟人家打 被人家打死了怎么办 朱师哥 想我女儿还没过门就手刮呀 我 金世怡 你给我听着 你要是不喜欢咱们阿梅呢 你就给我躲得远远的 从此不要在天山露面 你把他斗斗魂不守舍的很高兴是不是 我 我没有啊 娘 我再给你解决问题 这臭小子在江湖上跑惯了 野花野草沾多了 不会把你放到心上的 心梅 心梅 叫魂呐 金世怡 你那个立姑娘已经醒过来了 你可以带她走了 不过从此呢 你不要让我再看到你 我啊 越看你越生气 不是祸 嗯 师姑 我 冲展 师姑从前瞧你也挺聪明的 怎么我今天才发现 你还真不是普通的蠢呢 我 你吃饱了撑着 你跟他玩命啊 要不是我及时阻止啊 你这辈子休想娶我们阿梅啊 师姑 我 我气啊 气有个屁用啊 你在这个节骨眼上啊 得沉得住气 要像受尽委屈的小媳妇一样 不坑不哈的 一切顺其自然 女孩子家呀 心比较软 你那没事就哄哄她 跟她说点甜言蜜语的 师姑 然后呢 然后呢 说下去啊 怪了 我跟你说这些干嘛 哎 阿梅是我女儿呀 我怎么帮着外人来骗我自己的女儿呢 莫名其妙 师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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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 好 累了吧 来 来 你先坐着 医女的伤 是不应该这么长途劳动的 但是 我实在不能在唐家久留了 所以 不能让你安心疗伤啊 你不要这么说 因为我受的委屈已经够多了 等我伤好了 我一定要去找他们算账 让他们也学狗爬 从你脚底下爬过去 你都看见了 嗯 我都看到了 你被他们欺负成这个样子 还在苦苦地哀求 我的心就像刀哥一样地难过 我好恨 别再说了 反正 我从小就被人欺负惯了 你在这歇一会儿 我出去给你找点吃的 哎 嗯 我问你 我们玄火岛之约 还算不算数 当然算数了 男子汉大丈夫 说话一定算数 我师父一直都是这样教我的 那你就承认 你还欠我一条命了 欠 我欠你很多 而且呢 永远都还不完 这总可以了吧 这话是你说的 嗯 那么 我要你答应我三个条件 我又上当了 你说吧 什么条件啊 我现在还没想到 想到的时候再告诉你 哎 那可不行哦 万一你要我自杀那怎么办 我怎么舍得你去自 我不会叫你去做违背良心的事情 好 而且一定是合情合理的 好 说话可得算数哦 你那么笨 你那么笨吗 那么容易受骗吗 嗯 我真的是很笨 而且我还经常上当 那你答不答应 嗯 我按你跪下来 哦 好 那你答不答应 嗯 我按你跪下来 哦 好 我答应 白秋霜 啊 跑得好快 你刚才是说白秋霜白女侠 你没有认错人 我肯定没有错 可是她不是已经死了吗 那 我见鬼了 想不到白女侠尸骨未寒 王山派 竟遭此巨变 那孟神通的手段 也未免太狠毒了吧 孟神通敢如此嚣张 便是仗着她那身修罗英煞功 唐大侠 令先世张丹丰 流传下来的少阳神功 不是正好克制修罗英煞功吗 说来惭愧 小兰至今尚未愧得少阳神功精髓全貌 我自己也没有把握 是否能对付得了孟神通 无论如何 我也得杀了那个孟老摩 要不然我们王山派的弟子 实在是死得太惨了 你也不用难过 陆不平有人才 诸位前辈不会坐视孟神通荼毒江湖的 两位掌门 小兰此次前来便是希望武当华山两派 能出面相邀天下群雄 供上除魔大忌 邪魔不除 江湖永远没有安宁之日 我华山派绝不会置之不理 唐大侠你定夺吧 我武当必勤力相助 那太好了 能得两派相助 那剿灭孟神通那魔头便至日可待了 我们就相邀在清明 一同聚集盲膳 一来祭拜白女侠 二来供上除魔大忌 宝主 你找我 老夫帮你除了盲膳派 你应该屡行诺言将五金断魂散的解药交出来 这个嘛 不急不急 放你的屁 事关老夫女儿的性命 我怎么不急啊 宝主 何必生这么大的气呢 这解药呢 我一定会交给你 不过呢 王山派还与曹锦儿未死 而且白秋霜的墓还没挖呢 老夫这就去掘他的墓 只怕那墓中根本就没有白秋霜 难道你听到什么传闻了 白秋霜在孟宝主一掌之下 能足以致命 这件事 我想孟宝主是最清楚了 再说 白秋霜的剑法 它在中原武林也是赫赫有名的 它那套九天玄女剑法 精妙绝伦 就连宝主宁齐名的段彩虹 也要躲它一躲 可是 如今它却受了孟宝主的驿仗 就送了命 这个我实在是想不通啊 你说它是诈死 这也未尝不可 它为什么要诈死 这个嘛 在下就想不通了 总之 活要见人 死要见事 我才能够放心地回去 师父 想对付我 宝主 好 人越多越有意思 咱们就决定了清零那天上盲山 我倒要看看那群杂猫小子 能把老夫怎么样 出国大会 老夫倒要看看 到底是谁出谁 小二 客官 里面坐 嗯 两位客官 请坐 我们在这儿喝点水吃点东西好不好 嗯 你现在觉得怎么样 好多了 小二 是 给我们切盘酱牛肉 来六个烧饼 好的 师兄 咱们接到英雄铁了 你说清零那天我们去不去啊 既然是天山唐家 投铁相邀 不去是不行的 可是咱们只管 击败白秋霜的份 什么除毛大会 可不关咱们的事 那个孟神通可不是好惹的 清零 芒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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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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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姐 大小姐,你不要紧吧 司老太婆,你敢对大小姐无礼? 今天我要你碎尸万段 老毛 不得对师姐无礼 大小姐 你心肠受的委屈,你不心疼啊 不过,他跟老毛在一起 不会受什么委屈的 说什么老毛也会保护他的 混音 想不到孟某主也是有心人 在这清明时节赶到芒山来拜祭白女侠 我拜她 可以 不知明年此时我在何处拜你呀 谁拜谁 尚是未知之事 唐大侠 求您网开一面 成全之华 最师父的灵前击败 孟姑娘老夫做不了主的 如今你我是敌与非有 请我回吧 唐大侠 大小姐 大姐 吴小天 你不在武当山当你的道士跑这儿来凑什么热闹 要念你自扰江湖叫频道如何清修 你们一个个都冲着老夫来好为了不让你们失望我先绝了白秋霜的坟让大家乐呵乐呵 爹你不能这么做 住口 不可以 爹不可以 他真的要绝分 不会有那么容易的 有好戏窗 你不去救你的心上人吗 万一打起来他受伤了怎么办 是 你跟着 开 开 孟神通,你現在還有什麼話說? 住手! 好時看天 藍天 俱我萬里遙 呆呆地望你 如同往上 青山離我千里遠 悄悄地想我 看看藍天 幾時 照動上天庭 遲遲地的你 往往青山 讓我盼到你身邊